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年不少企业的生产受到冲击 可是记者在江苏省南京市高纯区采访时看到 高纯陶瓷产业全面复工 订单源源不断 卢康告诉记者 今年第一阶段受疫情影响 他们公司的生产停滞了 而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 第三季度已经全面复工 四个厂区1700名工人全部到岗 第三季度接到来自欧美等地的外贸订单 就有200多万件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中国传统工艺法郎彩产品 我们一说到这个法郎彩 就想到这个手绘这种法郎彩 但是我手里面这个盘子上面也是法郎彩 但是它不是手绘的 它是怎么做上去的 我们来看看 员工徐启凤告诉记者 这样的法郎彩图案是他们已经设计好的 先贴在盘子上再进行烧制 法郎彩的图案就清晰地在盘子上呈现出来了 这个就是贴了以后贴上给烧了 这已经烧好了是吧 这是成品了 拨一下 这都是成品了 这个贴得几分钟贴 这个贴好长时间了 大约半个小时 这才半个小时贴 它有三道 一开始先贴这个 然后再贴这个 然后再贴这个 徐启凤说这是个很细致的活 现在它手头做的只是小作品 他们公司的法郎彩餐瓷精品 近几年名气很大 已经享誉国内外 在高纯陶瓷展示厅 记者就看到了徐启凤所说的 国运黄和珍珠白 法郎彩餐瓷 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这些陶瓷精品 可是见过大失眠的 这一套餐具呢 是2014年北京 APIC峰会的那个餐具用词 哦 北京的那套 对对对 这一套呢 是那个2015年 北京互联网大会的宴会用词 这一套呢 是2017年的 一带一路峰会用词 哦 一带一路的 对对对 据了解 高纯陶瓷 创建于1958年 原本是一家生产日用粗陶的 手工作坊式山区小厂 上世纪90年代 高纯陶瓷 引进培养了国际一流的 陶瓷设计创意团队 进行传承与创新 不断做墙自主设计 最终在同行业内脱颖而出 去年仅外贸出口就近3亿元 高纯陶瓷 已经成为国内陶瓷行业的佼佼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